第32題 以銅片為電極電解硫酸酮酮水容易 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老師上課請同學背過 如果以銅片為電極電解硫酸酮酮 我們在正極發生的反應是銅 會變成銅離子 而我們在負極發生的反應是 銅離子會得到電子變成銅 所以選項A說 正極附近銅片會產生氧氣是錯的 這個是以碳磅為電極電解硫酸酮酮 正極才會生氧氣 那麼負極會增出銅出來 所以它的質量會增加 所以選項B說 負極的銅片質量會減輕是錯的 那我們在看到 這邊產生一個銅離子 這裡就少掉一個銅離子 一邊多一個一邊少一個 所以銅離子的數目沒有發生改變 容易的顏色不會有所改變 所以選項C說 只容易的顏色會變深也是錯的 我們看到這裡負極會有銅離子跑過來 讓它得到電子變成銅 所以容易中的銅離子會流向負極是對的 第三者提問我們說 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我們答案選的是株 容易中的銅離子會游向負極